益生菌的药理作用都有哪些呢? 第一个,预防或者改善腹泻 饮食期间不良或者服用抗生素 均会破坏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 很多时候可能会导致腹泻的发生 补充益生菌有助于平衡肠道菌群 以及恢复正常的肠道酸度 缓解腹泻的症状 第二,可以缓解乳糖不耐受的症状 乳干菌可以帮助人体分解乳糖 缓解腹泻、胀气等等这些乳糖不耐受的不适的症状 而且可以和牛奶同时 第三,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力 医生菌可以通过刺激肠道内的免疫机制 将人体的免疫功能调节到良好的状态 第四,它可以促进肠道的消化系统的健康 医生菌可以抑制有害菌在肠道内的繁殖 减少毒素的产生 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 从而提高肠道的机能改善排便的功能 第五,降低血清胆固醇 大量的科学研究证实 酸奶的富含益生菌 常喝可以降低患糖尿病、心血管病以及肥胖的概率 这些益生菌除了可以降低血清胆固醇水平之外 长期补充还可以防止骨流失 预防骨质疏松症 看来,益生菌所谓的药力作用还真不少 大量的药力作用还真不少